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注意到岛内舆论对这种现象的评价 认为马英九努力拼和平 蔡英文将台湾带入险境 马英九用行动证明九二共识的有效性 有助于促进两岸交流 化解敌意 而蔡英文几乎完全倒向美国 把台湾推进惊涛骇浪之中 刚才我们说了 马英九先生此访反映了两岸 同胞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的共同心声 对促进两岸同胞交流往来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 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严重损害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 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那孰是孰非 不言而喻 不论